平清宮接受不了 說明一下讓鄭民們放心 剛剛我們在這邊也有人提到 前階和後階可能都覺得有一些損失 那他也希望你們得到一些補償 最後是剛剛有人提到 房屋因為受損 它將來有大雨的話 會淹水 因為颱風季節還沒有過 剛剛在那邊又有人急到射那個志宏池 當然射志宏池是很好 不過一樣的也是短期內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過去在 我們上任務有多久 行政院內政部的一屆署特別有過專款的幫助溢淹水地區的災民建了防水閘門 那時候我印象中 後來高醫生們又沒有申請 不過那個叫做四年前的颱風來的時候 有些地下室就淹水 淹水呢幾時 可能四股車子就泡湯了 那是非常大的損失 所以說這次如果來得及的話 是不是也不是呢 回去研究一下看看 因為建這個防水閘門是正體部住一半 住不自己客單一半 它最大的好處就是說 即使接到淹水 水不會淹到家裡面來的話 就先考慮一下 然後解答一下 現在很多縣市 尤其是高雲縣 這個那個 陳怡忠我